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5G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5G电波冲浪,其成数据的巨浪 2.5G快闪派对,闪电般的连接狂欢 3.5G数据宝盒,开启无限可能的神秘侠 烂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5G电波冲浪,其成数据的巨浪 各位亲爱的数据冲浪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我们的数据像海浪一样滔滔不绝的神奇技术,5G 这可不是五代木火影,而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比前任4G快得多,就像是从骑脚踏车升级到开赛车一样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普 5G的全称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的特点是高速度,低延迟和大连接 这就好比你在海边,突然有一个超级大的浪头向你冲来 不仅速度快得惊人 而且还能够带着你和你所有的朋友一起冲浪 而且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拖延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水上乐园 那么5G就是那个最新的,最刺激的水滑梯 当你准备好了,穿上你的数据泳衣 戴上你的防水智能手表 你就可以准备好启程这个数据的巨浪了 你会飞快地划过信息的海洋 享受住下载电影只需几秒钟的快感 或者在先玩游戏时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延迟 但是,就像所有的冲浪者都知道的那样 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冲浪者 你需要了解海浪 同样地,想要充分利用5G的力量 我们也需要了解它的原理 5G使用了更高的频率 这意味着它可以传输更多的数据 但这也意味着它的覆盖范围不如低频率的信号 这就像是你在海里冲浪时 高频率的浪可能更刺激 但它们不会走得很远 所以,为了让5G的信号覆盖更广 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基站 就像在海岸线上增加更多的救生员一样 当然,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有些人担心5G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就像有些人担心海水会让它们的头发变绿一样 科学家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 并且持续在监测这些影响 确保我们可以安全地享受这个数据的巨浪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5G不仅仅是关于快速上网和下载 它的真正魔力在于 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从智慧城市到远程手术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物联网 5G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互联和智能 这就像是突然间 你的冲浪板变成了一个可以飞的魔毯 带你去到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地方 所以,各位冲浪者准备好你的数据浮板 因为5G电波冲浪的时代已经来临 让我们一起启程这个数据的巨浪 享受这个快速 连接和创新的新时代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5G快闪派对 闪电般的连接狂欢 各位亲爱的网络冒险家 科技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到这里的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非常快的话题 5G快闪派对 闪电般的连接狂欢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技界的小八卦 你知道5G是什么吗 不 它不是第五代的Gundam机器人 也不是新出的维他命G5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比4G快得多 就像是比较一辆法拉利和一辆脚踏车的速度 5G的速度快到 可以让你在眨眼间下载整部 复仇者联盟系列 而且还是4K超高清版本的 现在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场派对 所有的连接都是用5G速度来进行 这就是 我们的5G快闪派对 一个充满了超高速数据传输 和及时互动的狂欢盛会 在这场派对上 DJ不再需要 担心音乐会卡顿 因为5G的低延迟特性 保证了 即使是最高质量的音乐串流 也能像油滑的黄油一样顺畅 而且 你可以在派对上用你的手机直播 画面绝不会像拼图一样一块块的 而是清晰的让人以为 你是在用专业摄影机拍摄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5G快闪派对上 你可以体验到虚拟现实 VR和扩增现实 AR带来的全新乐趣 想象一下 你戴上VR头盔 突然之间 你就站在一个虚拟的海滩上 感受住虚拟太阳的温暖 而你的朋友们都在你身边 虽然他们实际上 可能在世界的另一段 当然 这样的派对也不是没有挑战 比如说 你得确保你的手机电池够耐用 因为5G 就像是一个永不知足的数据吸尘器 它会不停地吸走你的电池电量 此外 你可能需要一个全新的手机来支持5G 这意味着 你得和你那已经陪伴你多年的 老朋友说在线了 最后 5G快闪派对的最大亮点 可能就是它的包容性了 不管你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只要你有5G连接 你就能加入 这场全球性的狂欢 这就是5G带给我们的魔法 让世界变得更小 让我们的连接变得更快 更紧密 所以 准备好你的5鞋 更新你的手机 加入这场闪电般的连接狂欢吧 只要记得 当你在5G的世界里狂欢时 不要忘了 现实世界中的人际 关系和实体派对 毕竟 没有什么 能取代面对面的微笑和拥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5G数据宝盒 开启无限可能的神秘侠 各位亲爱的网务游侠 科技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 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探索一个 神秘而强大的宝盒 5G数据宝盒 这不是阿拉丁的神灯 也不是潘朵拉的盒子 它是开启线带通讯 无限可能的魔法匣子 首先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 打开这个宝盒 想象一下 如果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 自助餐厅 那么4G 就像是你手里的那个小盘子 你可以装得下 一些美味的食物 但总是觉得不够吃 而5G 哦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盘子 你可以盛满你想要的所有美食 而且还能够一次性带走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5G数据宝盒 究竟开启了哪些无限可能 1.超高速度 5G的速度比4G快了许多 就像是从七脚踏车升级到开赛车一样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几秒钟内下载整部电影 而不是去泡一壶茶等待下载完成 2.低延迟 5G的反应速度极快 延迟可以低至毫秒级别 这就像是你和你的朋友对话 对方立刻就能回应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你说完话后 还得等他们从月球旅行回来 才能回答你 3.大容量 5G 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同时连接 这就像是一个超级派对 每个人都能够加入 而不会让DJ的音乐停止 4.新应用 5G的出现 让许多先前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 比如远程手术 自动驾驶汽车 虚拟现实等等 这就像是你突然获得了一些超能力 可以做很多酷炫的事情 5经济转型 5G将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从农业到制造业 从教育到娱乐 每个行业都将经历一场革命 这就像是你的城市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高科技都市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未来感 当然 这个5G数据饱和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比如安全问题 隐私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但正如任何一个强大的工具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所以 各位朋友 当你手中握有这个开启无限可能的神秘匣子时 记得要明智地使用它 让它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 而不是一个带来灾难的潘朵拉盒子 现在 让我们一起期待5G数据饱和为我们的未来带来的奇迹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聊5G这个让数据像海浪一样 滔滔不绝的技术 我们将这个话题用海浪 水滑梯和数据 浮板来形容 并通过幽默的方式 向大家介绍了5G的特点和应用 我们提到了5G的高速度 低延迟和大连接 并将其比喻为一个数据的巨浪 让我们可以飞快地划过信息的海洋 同时 我们也强调了理解5G的原理和挑战的重要性 并提到了一些人们对于5G对健康的担忧 最后我们分享了5G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从智慧城市到远程手术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物联网 我们用初望版变成魔毯的幽默比喻 展示了5G的真正魔力 希望大家在这次的节目中有所收获 对5G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来参与讨论和提问 分享你们对于5G的想法和看法 你觉得5G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对于5G的未来有什么憧憬 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